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景田和陈晓竹演的《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正在热播 虽然现在播出的剧集不多 但是整体的剧情结构还是很紧凑的 颇受好评 景田和陈晓在剧中所试验的人物也都是十分有特色 让人惊艳的是 其中里面有很多经典配角 在里面试验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连在电视局的开头 我们就看到了曾经试验木轮云海妈妈的李莹 她在剧中饰演的是男儿的妈妈 和以往的电视剧类似 李莹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十分强势 李莹距离当年饰演木轮云海的妈妈已经过去十年了 而李莹的颜值在这部剧中也大打折扣 这部剧没有采用过多的滤镜 所以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 李莹的颜值和容貌的变化 说实话真的是年轻不在了 尽管如此 但是李莹还是整体身材没有怎么样 果然模特出身 对于身材管理的确比普通人好很多 像当初她当年出演木轮云海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 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也是因为饰演的霸道女总裁 气质真的是一比一的好 由此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参演电视剧的机会 以至于后期饰演的都是类似的霸道性女强人的角色 其中热度最高的当属和张汉的第二次合作 也就是如若巴黎不快乐中饰演张汉的母亲 虽然角色不讨喜 可是李莹依旧出彩 如今已经是五十多岁的李莹 脱离了滤镜还有时光的清晰 身材和气质能保存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是实属不易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